日本的炸串自助究竟有多好吃 100块钱居然还能吃抹茶自助 究竟能不能吃回本呢 今天我们就去一探究竟吧 川家物与深受日本家庭和高中生的喜爱 我高中的时候经常会跟同学一起来吃哦 炸串随便拿 想拿多少就可以拿多少 它这个是需要自己炸的 所以我们拿上烹饪和铃鱼 还有饮料 沙拉 咖喱等等 有各种口味的蘸酱 居然还有抹茶味的蘸酱 你敢信 这样准备开车呢 菜园突然喝了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日本的一名的卢族生 感觉到最后第一个视频 小朋友不好 有点微商匿名的喜欢 我会介意爆 把猪肉裹上面糊和面包粉就可以炸啦 盖上盖子防止邮件 哇你看这个金黄色的炸猪肉太有食欲了吧 炸上那个美猪肉的酱真的居好吃 它这个下肉真的特别嫩 我最喜欢吃这个炸串了 我们来挑战一下抹茶味的酱汁是什么味道 说实话吃不出抹茶的味道 但是这个搭配也太甜啊料理了吧 我和蔡月一共吃了40串 吃得太冲了但是我等会还要吃抹茶 你刚刚吃的那个绿色味药你给我一包呗 这样 以后我也可以背几包 不怕吃多了难受了 还可以工夫不用哦 来来来继续吃 哇居然还有抹茶破骨 除了抹茶破骨还有好多抹茶的甜点 抹茶卷 来一个抹茶果豆 抹茶蛋糕 抹茶芥末鸡 全部拿下 我们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 虽然是自助 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抹茶泡芙太甜了 我的天哪 大家觉得这样的日本炸串自助体验怎么样呢 我们来尝一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